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许,供,供尽,慎,慎重,一点都不能随便,保守,支持。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供身保持,汉矣,国道奉执,当即忠主,供是尽, 神,是今神,是尘,也是安音尽的这个意思,汉矣,当即忠主, 这个即忠,即刻就忠主,这都是公圣,两个字的真实义, 安住众道,是真正的供身,供尽到基督,心里头,一个万念都没有, 这是真的供身,这个意思是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那为什么? 它跟真心相应。 一般人,我们细心,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念头。 啊,念头升起来,禅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看念头,念头从哪来的? 这一看呢,这个念头没有了,这念头到哪去了? 啊,叫你把心呢,用在这上面,不要用在别的上面,慢慢之后就能得定。 啊,忘念轻了,忘念少了,这就是有进步。 啊,真正忘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豁然大悟。 啊,保持与保刃同一个包子。 佛家大臣经典里面,保任用的最多,这个字的意思也很深,啊,宗门月,禅宗,啊,禅宗上说,信心不易,为之保,啊,念头。 啊,前个念头跟后个念头是一个念头,这叫保,你真的保持住了,这就是定,啊,为什么? 欣欣欣欣欣欣没有相同的? 啊,啊,决定没有相同的。 这个念头,极其威他,我们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话你不懂。 那新鲜就是念头 前念灭后念神 他永远不停 他停不住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频率很高 我们从释迦牟尼佛 跟弥勒菩萨对话 我们就明白了 佛问弥勒 心有所念 这讲凡夫 心里求念头 几念 几像是也 这是经文 这一句话是问了三个问题 心有所念 这个念头里有多少细念 有多少像 像是物质现象 有多少实 实是心理现象 问三个问题 那 尼勒菩萨回答 破手 弹指之间 这一弹指 这一弹指 有多少年度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就单位是用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弹指 三百二十兆个年度 就是心心 那多少个心字 三百二十兆 一个接着一口 念念成心 心就是物质现象 心结有始 这个话说得好 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 形式 心就是物质现象 物质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心结有始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 都有受想形式 佛法讲五蕴 五蕴 色受想形式 色是指物质现象 受想形式 是讲精神现象 说明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是一体 不能分 再小的物质现象 都有受想形式 换一句话说 他都能知道 你要是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想起心动念 瞒着不让人知道 不可能